女孩漫无目的地走在大道上 身后突然冲出一辆面包车 司机看她长相清纯 二话不说直接掳进车里 原来这是专门贩卖人体器官的黑帮 他们原本已经用高利贷控制了一个女人 不料回去的路上竟还有额外收获 后排的女人看男人对姑娘动手动脚 不由地大声斥责 可她的劝阻却遭到男人的暴打 女孩冷漠地看着这一幕 下一刻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女人看着眼前的几具尸体 不由地开始后怕 这女孩是什么怪物啊 她想自己离开 犹豫再三后还是不忍心扔下她 于是拉起女孩一起逃亡 随后请来医生帮女孩处理伤口 医生检查发现 小女孩身上都是子弹碎片 更神奇的是 当她取出来后 伤口竟惊人地自愈了 医生知道女孩的来历一定非同寻常 劝女人将她放走 以免沾染麻烦 可女人听后非但不同意 还决定把她带回自己农场 随后告诉她自己的名字庆熙 家里还有个弟弟叫小军 让她以自己的妹妹身份住在这里 从此开始 一家三口过上了幸福的甜蜜生活 虽然有时女孩的超能力会激临失控 但总的来说 还算是段宁静祥和的日子 但暴风雨来临前总是异常平静 生活亦是如此 庆熙他们根本不知道 各方势力已经对女孩蠢蠢欲动 比如白博士 实验室发生变故后 她很快就得知有魔女外逃 于是派遣一批清理小队对魔女进行猎杀 而黑帮那边也拒息手下惨死 开始召集大批人马向着农场进发 这天晚上 黑帮驱车杀到了 首领带着一群人慢悠悠地包围农场 见此一路 庆熙只能无助地端着一把猎枪给自己撞胆 黑帮老大看后不禁哈哈大笑 就这还有胆子杀我手下 随着她一声令下 混混蜂蜂而上 很快就制服了庆熙 小军见状想是 就在两人命悬一线时 魔女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屋顶上方 女孩缓缓走到胖子身前 一拳下去 胖子直接随着尸 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啥了 这啥呀 拍电影了吗 还没反应过来 女孩又是一个闪现 一脚下去 直接粉碎性骨折 再一扔又飞了一个 混混不信息 还想拿木木反击 这一幕把所有人都吓傻了 但老大不想胡说 召唤小弟用人海战术欺负女孩 然而 看着女孩步步紧逼 老大彻底怂了 就在女孩要将他们团灭时 庆熙站了出来 制止了女孩的行动 殊不知 正是这个举动让他追悔莫及 回到基地的黑帮老大 看着伤亡惨重的手下 实在是气不过 于是出高价雇佣当赏金猎人的变种人 准备再一次发动袭击 而另一边 一直苦苦寻找魔女的清理小队 也终于发现了女孩的踪迹 由于女孩在农场释放了超能力 这种波动让她瞬间被锁定 就这样 刚过上两天好日子的魔女 再一次陷入了纷争的漩涡 到晚 弟弟找到魔女闲聊 吐槽现在开直播真赚钱 又说如果她能向众人展示她的超能力 就像一代魔女那样 绝对能赚大钱 女孩笑笑没说话 只是随手秀了下技能 就把男孩看得是连连称赞 可没人知道 这也许就是他们最后的美好时光了 很快 黑帮带着赏金猎人再次卷途重来 看对方人多势众 来势汹汹的样子 清晰知道 他们一定对女孩有了防备 于是劝女孩快跑 她出去拖延时间 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 想处理魔女的不只是黑帮 还有清理小队 不过他们被要求尽可能不赏金无辜 魔女和人在一起 一旦落胆分开 直接就是一发耳骨剧 但这声爆炸 也让赏金猎人知道附近还有其他队伍 一个女杀手 二话不说 直奔着狙击手的方向急行 随即双方展开了一场 在LED灯牌上的对决 随后杀手 不知死活的去哪条魔女 然而她的一个眼神直接把 另一边的农场里 黑帮老大觉得身后有变种人撑腰 直接开枪崩了清晰 随后将枪对准了小郡 眼看就要下死手时 魔女拖着女杀手走了进来 拖着杀手尸体赶回来的魔女 看到心爱的家人惨死 下意识回忆起和他们的欢乐镜头 这一刻她再也忍不住了 看前面的男人还在逼逼来来 不停的挑衅她直接一个意念 男人的胳膊被瞬间粉碎 随后就是一拳 男人气不过 起身想还手 可都被魔女一一火箭 一下下的砸在了攻击墙上 随后看向一旁的头领 直接将她的肋骨打断 男人健壮想去偷袭 却被魔女直接用汽车砸住 看得出几人的等级 根本不是魔女的对手 一旁的女刺客不想放弃 直接拿起武器突袭 却被魔女直接按下 此时仅剩的男孩 已经用能力恢复了自己的手臂 随后召唤碎石 想对魔女发动攻击 可还没触碰到 所有的石头都在空中静止不动 下一刻她就被意念粉碎 连渣都不省 最后魔女走向 门场门口出的清理小队队长 看着眼前残忍的一幕 她早已没有了战斗下去的勇气 被吓得连连后退 突然一辆车停在了她的身边 下车的正是一代魔女 她本以为迎来救星 不料 原来一代魔女是新魔女的姐姐 她当初拜托小队去寻找妹妹 不料她们阴奉养为 将所有实验品统统杀死 这成功激怒了她 随着姐妹俩相遇 她们也开始筹谋营救母亲的全新计划 可她们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被博士金姐提前预判了 为了对抗两人 组织已经开始悄悄研发第三代变种人 魔女2这部影片 虽然剪辑乱 人物杂 结构还颠三倒四 让人看后觉得有些失望 有些乏味 不过她的某些镜头 还是很有看点的 虽然和一想比 大戏有些不如人意 但个别残忍和血浆的场面 还是让人有些爽感的 去吧 这样子